倒下 眼睛不睁开 也不说话 在天上抓小鸟 变成天使 我今年8岁 11岁 82周岁了 一件很可爱的事情 永远康健的家人 什么储物 我听别人说死亡去了另外一个很远的地方 对死亡是非常陌生的一件事 非常不接受 好好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生老病死是一个规律 如果老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自然死亡的话 我觉得算不上是生离死别 其实我对死亡的概念其实比较模糊 如果你说你真的经历过那些青人离去 对死亡体验冲击还挺大的 人都得死了 人活着就好好活着 人死了也没办法 我觉得国外它的很多的目的就是在开放的场地的 灵源里面去看书啊 都是很正常的 我们国家可能就 等大家更多的感觉是觉得会有一点甚的话 与这种死亡的现象 这种毕毁性 你跟小姨去走亲戚了 然后她最近是回不来了 家长和我开玩笑 你说死亡 就是说跟她躺在那儿憋住气 一番呗 就是死了 小孩子的一个死亡的敏感气 对这个事情是勇敢之的 你不告诉他只是去避讳而已 很多人都不知道死亡这个词会是什么意思 看点一些课要了解一下死亡这个死亡 我很希望有一个人在扮演我们朋友的一个角色 老天总来这个跟我们说是什么是死亡啊 我们的反应上来讲 也发现过对于死亡的无知 就是说探索这种死亡游戏 然后出现这种危险事件的事情 能够有一个提前的一个预判 死亡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叫生存教育 目的不是真正要去讨论死这件事情 而是怎么样子知道有死这件事情被发生 然后我们怎么样更好地活着 感谢观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